NO 我的刺青從來沒有後悔 只有 有後悔 今天才去改圖而已 身上第一個刺青 就是我送給我自己退伍的時候的退伍禮物 就是我背後面這個十字架跟耶穌 然後還有上面的阿扣 我覺得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 幹 我終於變成一個真男人了 然後退伍快樂 家人的刺青 像這個榮是我的姑姑 全家人在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想要上台北玩樂的時候 只有我姑姑支持我玩樂 但是我姑姑也是第一個先去天堂報到的 所以我就把我姑姑的名字留 刺在心臟那邊 把你們記在心裡 謝 謝就是我阿公的名字 然後這邊是王 是我阿嬤的名字 我兒子後面呢 是有個孟 是我爸爸的名字 然後刺給朋友 兄弟的就是 我最愛的製作的 Scott 陶山 陶山老師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 帶我正式進入 專業音樂領域這一塊 所以我很感念他 我把他自在身上 這邊還有Chuck 他的經理有錄為最佳樂團 然後這邊還有黃紫嬌 趙哥 我那時候趙醫生發作 他是演藝圈第一個傳訊息 問候我狀況怎麼樣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看到他 他有主持尾 他就帶給李敏輝大哥一起去 他是說 如果你們有請我黃紫嬌 然後再加了李敏輝大哥 那我的主持費就打九折 我就這個人 才是真正的演藝圈大哥 然後像這邊MJD6 頑童 對 他們是我高中時候的同學 我那時候覺得 幹他們以後一定會紅 所以我就先刺了 你想說他們現在超紅的 瘦子單飛更紅 然後還有這邊還有911 對 也是我們還沒出道之前就認識了 我那時候就覺得 幹他們以後一定會紅 就是看 被我刺在身上的兄弟都爆紅 喔還有09 09現在也爆紅 狼人殺 09也是我那時候造異症的時候 一直關心我 一直陪在我身邊的 被有一直煩的兄弟 啊還有黑輪 黑輪 站在這邊 黑輪是我宜蘭的兄弟們 我會把他們刺在身上 我這個人就是很重義氣 我很脫險 還有MJD MJD也是 小時候影響 影響所有台灣的小朋友 最深的樂團 樂團 然後你看 MED的延伸上 這邊都是整個樂團系列 你看 Vocal 主唱 麥克風 然後吉他 然後這邊有唱彈 錄音彈 然後這邊有爵士鼓 然後因為搖滾音樂是撒旦的音樂嘛 所以就666 Yeah 到底是誰說刺心不會痛的人 刺心就是會痛啊 我們有血有肉對不對 我們有血有肉 有心的人 刺心當然會痛 但是我是覺得啦 最痛的地方 應該是手指吧 有人說是這邊啦 側面這邊 我還沒試過 但是手指我試了 是真的爆痛 因為它是莫燒神經 所以就是很敏感 我本來也會想說 手指都沒什麼 就一次 哀叫 這邊有個大家 大家耳熟能想 就是我一開始試了 將心筆心 後來被很多8X9朋友 用貼紙貼在機車上面 將心筆心 然後做成1 一開始是我先刺的 所以我是8X9的始祖代表 哈哈哈哈 我一提 你有看新聞說 人家把那個老二整日刺起來嗎 有嗎 剛剛的新聞 真的嗎 刺老二 WAT 怎麼有人刺屌喔 這樣會 這樣就真的有比較屌嗎 有嗎 周董這樣比較屌嗎 有嗎 我是不會去嘗刺啦 因為我是覺得 既然要刺 就要刺給 讓人家可以看得到地方 因為每個刺心 都代表你的個性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身上有很多 台灣的刺心 這邊就有一個 彩色的台灣 那個時候是為了要提 小一 因為他推動 同志和法化 所以我也希望 他之後能推動 大忙的法化 對 這邊還有一個 小台灣 對 最近又刺了一個 小台灣帶子在臉上 你看我都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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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刺心 我已經從來沒有後悔 只有 有後悔 今天才去改圖而已 當初是因為我朋友 他是刺行師 然後他要去刺行產 比賽 現場比賽 結果我的腿就借他就比 然後就讓他刺啦 反正到那時候也得了第二名 我覺得OK 但是現在我就覺得 很不吉利 回到最一端開始 為什麼你會想要刺行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很多 國外的搖滾歌手 饒舌歌手 他們都是全身刺行 然後都很有個性 每個事情都代表自己的人生 我就覺得 奇怪為什麼外國人可以 那我們亞洲人應該也可以 我們台灣人應該也可以 對啊 我就想說那我猜猜看 所以一開始是看到 WASCALINBA 他也是全身都刺行 我就覺得超帥 我下一個刺行我想要刺 就是我在新店樂界所 新店街市首的編號2203 來紀念那段我在樂界所的日子 然後我想要刺上 要刺 欸 欸 其實我在樂界的時候寫的 應該是我這一生中 最經典的創作 我很多 我很多台語歌都是在我樂界的時候 沒有樂器之下寫出來的耶 感謝 感謝上帝 感謝上帝 他們 讚嘆錄西法 那麼 現在就是做自己的時代啊 你要用你的身體 然後展現身體的藝術啊 對啊 把你的個性用刺心表達出來 你可能出國 你不會講那種 可是人家看到你的刺心 音樂刺在我的國室上 然後我把 力求進步跟永不放力刺在腳上 我去國外的時候 那些老外外國人都會問我說 蛤 哈囉 你的這個中文字是什麼意思 他們想知道 所以因為這樣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靠我們這些 喜歡刺心 然後可以忍痛的人 把刺心文化繼續發展廣大 台北 台北 在士林的吳靜民生 然後板橋的太子民生 我剛才去那邊蓋圖而已 蓋圖而已 宜蘭黑浪 黑浪自信店 然後園林的帕克自信店 對啊 都是我的好兄弟 好朋友他們 我真的覺得 想要刺心的朋友 不要貪小便宜 真的要去找專業的刺心師 然後衛生設備 都是一流專業的 真的不要亂刺 要刺就給專業的刺青刺刺 這些我推薦的 都可以去 把我的名字 直接輪就好了 謝謝所有收看這一集的朋友們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開始 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是R-Code 你知道的 AKA 大融資 Woo!Woo!Woo!